这时小星又突然跑过 搭上了电梯 奇怪 那里本来也没电梯啊 他追上小星 小星这一次又消失了 从天台往下看 封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重演了刚刚跟小星道别回家的一幕 第一恐怖的电梯 故事的开始 小星在巴士上约好待会儿去封建家吃包兵 在与小星道别后 封建发现公寓停电了 于是他便到管理处寻求帮助 但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就在这时 小星从他身后飞崩了过去 搭上了电梯 封建也紧追上去 奇怪 小星刚刚明明还在车上啊 跟着小星进了电梯的封建 却发现小星不见了 他搭上了电梯 按了七楼 却发现自己到了八楼 重新回到电梯里 这次电梯把他送到了六楼 他不断的按七楼 电梯又把他送回了八楼 心里想着 这一定是电梯故障了 于是这次他决定走楼梯 但这一下他到了六楼 难道是七楼不见了吗 封建跑到公寓外查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七楼明明还在啊 他看见妈妈走出了门口 他大喊着妈妈 可妈妈完全听不见他的呼喊声 他站在电梯前等待着妈妈 但妈妈却从另一个电梯出来了 奇怪 那里本来就没有电梯啊 这时小星又突然跑过 搭上了电梯 奇怪 那里本来也没电梯啊 他追上小星 小星这一次又消失了 电梯自动上升 不管封建怎么按七楼 都停不下来 直接把他送到了天台 从天台往下看 封建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重演了刚刚跟小星 道别回家的一幕 吓得他跑了起来 这时候无数个小星围绕着封建跑 把他逼近了电梯 送到了七楼 最后遇见了刚抵达的小星 第二恐怖的法国娃娃 这天 广志从公司带回了一个法国娃娃 小葵看起来非常喜欢这个洋娃娃 但他却让美娅感到不舒服 还让他发噩梦 第二天 广志的同事劝他把洋娃娃给丢了 并向广志坦白期许这个洋娃娃是他半夜在垃圾厂捡到的 而这个同事在捡到后还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才将娃娃送给了广志 广志让美娅把洋娃娃丢了 但小葵对洋娃娃爱不释手 美娅根本就没办法拿到她 小星也在一旁试图将娃娃从小葵的手上夺走 不料洋娃娃却突然开口说话了 吓得母子俩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洋娃娃操控了家里的所有玩具 让玩具包覆美娃和小星 并表示要和小葵永远在一起 就在娃娃准备发动攻击时 美娃从噩梦中醒了过来 而那个洋娃娃坐在垃圾桶上 嘴角扶起一丝微笑 第三出现了一个陌生人 春日不防卫队一如既往的在幼稚园里玩朵妈妈 正男负责当鬼 在找到阿呆 妮妮和小星后 他发现角落有一个诡异的身影 正当正男以为那个影子是封建时 封建却突然从后面跑过了 游戏结束 妮妮提示完伴家家酒 剧情演到妮妮带着孩子回娘家 正当妮妮拉着扮演儿子的人 跟封建和阿呆说话时 阿呆却说了一句 以前我都是演小孩啊 可是已经有人演我的小孩了 那么妮妮手里牵着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时候园长突然出现 说要请孩子们去他的家吃鲍兵 刚好准备了五份给他们 一人一份 在鲍兵端上来后 正男发现他的鲍兵不见了 这让园长感到很纳闷 明明准备了五份怎么会不够呢 于是园长把自己那份给了正男 妮妮提出疑问 说再玩伴家家酒时多数了一个人 正男也说躲猫猫时也多了一个人 难道是谁带朋友来了吗 大家都一致否认 园长开玩笑说 和他们玩的人有可能是客厅妖怪 客厅妖怪是日本的童话故事 据说客厅妖怪会出现在老旧的房子里 偶尔会出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躲猫猫 小朋友们在吃完鲍兵后 便将碗归还给园长 但园长却发现 鲍兵碗总共有六个 多数来的那一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正当园长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小心他们准备离开了 园长抬头一看 他们身后多数了一个人影 第四 幼稚园的楼梯 在幼稚园树营活动的最后一天 孩子们聊起了七大不可思议 据说在幼稚园的某个地方有个楼梯 上去跟下来的阶梯树不一样 听了故事的正男吓得不敢独自上厕所 于是大伙集体陪伴正男上厕所 在上完厕所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楼梯 孩子们撞着胆 决定验证故事的真实性 经过验证 上楼跟下楼的阶梯树都是39阶 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 他们又回到了楼梯树 却发现楼梯消失了 他们向吉永老师询问 可吉永老师却说 我们幼稚园根本没有二楼啊 故事一开始 封建发现娃娃车上 平时负责接送的吉永老师 换成了松板老师代班 因为吉永老师要负责准备开学活动 一到幼稚园 小心他们就发现校园里空无一人 松板老师向他们解释 其他人都到体育馆集合了 并叫他们把书包放好 这时封建发现原本只有三班的幼稚园多了一班出来 随后他们来到了体育馆 听见习孝生的封建第一个打开了体育馆的门 却发现里面一片黑暗 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们找遍了校园 办公室 只剩下那间突然夺出来的第四间教室还没找 一群人鼓起勇气进入了第四间教室 同样一个人也没有 就在这时 教室的门突然被关上了 怎么也打不开 教室里出现了几团红色的火焰 松板老师生气的合适园长一群人不要再恶作剧了 在一片慌乱之中 里尼发现正男不进了 他们来到了厕所寻找 结果里尼也跟着消失了 这时候厕所的马桶传来了里尼的哭喊声 随着马桶的水声越来越大 一群人都被冲了出来 大家都变成了石像 吉永老师 阿呆 园长和其他同学 松板老师看到这一幕后倒地崩溃了 这时候低增了起来 小心想逃出去 大门又关上了 将他们困在厕所里 封建不断呼唤着崩溃的松板老师 哪知道松板老师一回头 变成了一个面目正明的鬼脸 说要把他们都变成石像 好好好 小车啊 原来是噩梦啊 封建慢慢让封建梳理一下头发 封建就挠着挠着 就从后脑巢拿出了几个小碎石 娃娃车来了 车门一打开 竟是松板老师 松板老师重复这封建梦里所说过的话 第七 不知去向的公交车 在炎热的下热里 小新走出家门 迎面而来的是幼稚园的娃娃车 娃娃车上坐着封建 正南 敏妮和其他同学 封建向小新招了招手 示意她上车 明明是暑假 为什么娃娃车却开到了小新家门口 还站满了同学 小新没有多想 就上了车 娃娃车上的大家个个都看起来面容呆滞 小新对着封建耳朵旁吹气 戏弄着她 但这一次封建不像往常一样阻止小新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前方 毫无反应 因为车的摇晃 正南头部撞到了窗口 但她却没有哭泣 反而大笑了起来 还不断用力地把头撞向玻璃窗 旁边的妮妮拿出一只小熊布偶 毫无生气地捶打着 不是兔子不偶 这不是平常的女妮 只有阿呆是平时的阿呆 娃娃车经过了幼稚园却没有停下来 如果不是在幼稚园下车的话 娃娃车要将小新他们带到哪儿去呢 在经过幼稚园后 车上的同学们都诡异地笑了起来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 驾驶桌上也没有人 可娃娃车还在行驶中 娃娃车任意穿梭在马路上 轻易穿透各种障碍物 一路上小新和阿呆还看到了走马灯 就在这时 阿呆突然想起了自己昨天和小新一起捡到一块巴士形状的石头 阿呆拿出石头 发现石头上写着终点两个字 他试图用鼻涕来销毁石头上的字眼 可图栏无功 巴士飞上了天空 眼看着距离终点越来越近 小新用屁股夹紧石头 掰断了他 最后两人相恩无事回到了公园 并将断石埋在土里